不吃饭会头疼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尹丽赫 西岸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不吃饭会头疼吗 就是头疼其实引起的原因很多种 包括头皮的紧张 头皮神经疼 还有颅内的脑膜呀脑子的问题等等 那要说是不吃饭跟头疼的关系 一个原因就是它不吃饭会引起我们体质下降 那么长期不吃饭的话 它会有低血压的情况 那么人一旦低血压的话 它就可能会有低颅压的症状 就是我们的脑压也会低 像这种的话我们就会有个 我们叫低颅压的头疼 像这种只有躺着的时候才舒服一些 站起来头位高了 然后低血压的症状会更明显一些 所以它头疼会明显一些 一个是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不吃饭的话 那我们体质差 血糖也低等等的这些情况 可能也会给我们就会感觉 头疼头晕乏力 这个也是一个不太特意的症状 所以就说是不吃饭的 引起的头疼 我觉得它肯定不是引起的单纯的头疼 它肯定还会有一些全身的症状 全身的症状 这个应该还是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吧 尤其是到了低血压低颅压的情况 那就是说明体质已经很差了 所以大家还是要重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